嗨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選擇一件正確適合的壓縮庫 那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壓縮庫的三大好處 第一個就是促進血液循環 然後避免肌肉震動 然後第三個就是 針對特定的部位做輔助支撐 那我們要如何選擇一件適合自己的壓縮庫呢 首先第一個我們在選購的時候要注意 它是否具有漸進加壓的效果 那方間的壓縮庫呢 有一些是一般的緊伸褲而已 它其實只有做一個基本的包覆 那如果你希望針對你的運動的表現呢 能夠有所提升 避免提搖的話 要注意它有一些的壓縮呢 會有你的小腿的部分 往你的大腿 會有一個逐漸由緊到鬆的一個漸進的夾壓 這在產品上都有標示 在選購的時候可以特別注意 是否具有這樣的機能 那第二個呢 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選擇適合自己的尺寸 像選擇壓縮庫的時候 一般人如果沒有穿著的習慣 都會覺得 怎麼包覆這麼緊 好像把我的整個腿都包得緊緊的這樣子 但是如果說你選擇的尺寸太鬆的話 其實它就沒有所謂包覆的效果 那反而會讓你在一些 比方說胯下啊 或者是說膝蓋後面啊 會有產生摩擦 會產生不舒適的狀況 甚至磨過皮 所以要注意你在選擇壓縮庫的時候 穿著起來的感覺 應該要是相當貼合 相當緊的 那接下來講到第三點就是 你穿著相當緊之後 它也不能夠妨礙你的這個活動 所以說你在店內試穿好之後 不要忘記了做一下滑步的動作 抬腿啊 跨步啊 試試看 它是不是活動起來 會不會滑 會不會移位 那是不是讓你是活動自如的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壓縮庫它雖然具有 很好的一個伸縮的效果 但是呢 它也不能夠去妨礙你的活動 那最後一個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有一些壓縮庫 尤其是像現在天氣比較冷 它的內裡 有一些是 具有這個刷毛保暖的效果 那有一些則是薄透氣 甚至有一些呢 具有抗UV的這個防曬的機能 這些都是壓縮庫和一般天氣庫比起來 能夠提供給跑者更多的這個幫助 那這些呢 都可以在產品上的標示 去注意相關的機能 所以呢 同樣的一件壓縮庫 我們不同的褲子啊 它看起來雖然都長這樣都一樣 但其實它裡面的細節 包括它的縫紋 它的漸進加壓 是否具有保溫的機能 以及重點的輔助的支撐 像是這個特定的腿部的部位 它的輔助的支撐 其實這些都會影響壓縮庫 在你跑步的時候的穿著感 那這些機能呢 它有存夠的方向 所以也給各位朋友當作參考 那希望呢 你在這個接下來的 冬天的路跑賽季了 能夠找到一件 最適合自己的裝備 它幫助自己有更好的表現